市長另外想問一下議員質疑說市府 之前有曾經刪掉28億的防疫用品預算 那那個時候市長是承認說做錯了 是錯估情勢了嗎 我覺得這樣很麻煩 乾脆刪掉 直接刪掉了 直接刪掉了 反正你們以後要追加預算 也是有別的方法 我尊重大家一件 但是 好不好 但是 不要保留啦 另外可以再編吧 剛剛陳建民議員 扣押堂 有沒意見 起碼我們現場大家都要沒意見 我們再過好不好 對他是說要保留 可是他也是說尊重大家 這樣子我不堅持保留科目 但是我保留大會吧 謝謝 你這樣要幹嘛 沒有你如果這樣子我們就那個啦 對啊 還是你要幫我解釋 我也可以啊 我都OK啊 保留我沒意見你保留 其實應該這麼說 市府因為局長那一天在拜訪梁文傑議員跟拜訪我們的時候其實都講 這兩個他們其實也都可以接受 只是他們市府府方比較期待的是保留一千塊 為什麼要保留一千塊 啊就是讓他比較好說而已啊 對啦 這麼有面子啊 對對對就是給他留一個面子 這個不是面子的問題 這是執行的問題 因為從頭到尾他就是這個假議題 我們沒有必要留一個假議題在這邊跟大家討論 而且剛開始齁 對然後剛開始其實局長其實對於這件事情他也是尊重議會 我就說全數刪除嘛 包括科目都不用保留 我還是跟各位議員報告啦 我們正正面還是保留 局長說一下啦 正正面還是希望保留科目 這個還是正宗跟大家 我們不要再委蘭局長了啦 我們就決定好了 好 要怎麼過定 過定 因為如果要保留科目啊 因為他這裡面疫苗這兩個字還是在 我都不知道說能不能改變科目的陳述 所以如果要保留一千塊 那疫苗這兩個字還是在 我就覺得很難用耶 所以就乾脆直接刪掉了 局長要說明一下嗎 那講一下充分說明 等一下我問市長 要不要保留啦 沒有充分說明 說明把時間拉長等科目者來 不 因為這個上次議會有要求我們 來了嗎 我們意思 好 那個 局長說明 剛才10分鐘才進來 我們還沒討論嗎 我們的上次議會有要求我們正式新聞嘛 那這個府函已經很清楚的說是 建請貴會支持保留預算科目及象徵性預算 額度 以利因應疫情變化時的彈性應用預算 我想這個是府方的一個政策 希望大家支持 支持 你轉天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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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預料買得到還買不到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不可能買到 對啊 那這個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我保留科目 三到三一千塊 然後上面住民 這個附帶 附帶 決議 就是說 針對相關防治用品 那我講 對啊 我講啦 保留沒問題 既然編人要買預料 是第三季的預算 28億邊來 知道已經充足了 也沒有必要再編了 也不要浪費納稅人28億的錢 不是你們台北市道比較好命 不是你們台北市道比較有錢 既然老金貼 你也抬著 現在全台灣你也改變你 這邊預算 敢不公平 好 現在是他自己喊不要的喔 那是怎麼 省預算的是我們 那為什麼還要保留一千塊的預算 你保留一千塊的預算就是說 你將來還有其他的用途 但是跟疫苗無關的東西 你另外編預算就好啦 為什麼要保留 這才是真正的面子問題 追加的時候其實可以 我不相信編的時候有政治操作啦 因為還有其他縣市要買嘛 但現在 他們自己做成的決議 市政府做成決議 叫我們警政衛生委會要遵守 我 我把議員要給疫苗 不會又是一個 警告 不上去 預算客戶 根本另外一邊 因為沒有影響這個客戶嘛 刪掉了 你以後要買口服藥 跟我們打疫苗沒關係 你另外一邊就好啦 請問說 出賣事 一直都來 請問一下 是不是 市長 局長 還是我們 要繼續討論還是先休息 我給他講一下 給他講一下 不然他講沒關係 我們自己 不會講他講的 要他說嗎 那來就剛剛好 他 慣例 慣例要拜訪 不是啦 不用講 不是我們剛好講到這個 這麼重要的公司 這個28億是他編的 對 這是人家 28億他編的 市長的議員麻煩你講一下 給我講 你講 市長剛好審審到一個最重要的 你的28億 疫苗 沒有 不 不 你來嘛 我們不是一三二的 對啊 你要保留嗎 可以不保留嗎 蛤 可不可以不保留嗎 蛤 保留 保留是比較安全 不要保留你另外邊預算 只要不買疫苗就好啦 買口服要另外邊也可以啊 好啦好啦 你們說怎樣就怎樣 不用保留 負責任的話 我們應該是要真正市長 應該要是否的預算 那邊放我們一些價錢 當時我們那邊28億你知道嗎 是要買疫苗 後來為什麼會 會會 第一點 議員 很多議員堅持下去刪掉 第二點 當時 中央有關的部會都跟我們講說 啊這個 這個 防疫物資 你知道中央會處理啊 後來我想一想喔 對喔 如果 如果中央買不到 為什麼我們地方政府買得到 沒有道理嘛 那如果中央既然都已經信誓旦旦說 他一定會 一定會去買到 那 那 當然我們就是 由國家統一分配嘛 對不對 你說 我說我錯了什麼 你知道 有時候 有時候人家講的話 我們不要 不要太相信 但是問題是 我每次說 如果國家都不可信了 那 那老百姓怎麼辦